太少了 現在我們的國中 高中 小學 他們的中央餐廳裡邊 每天都有主食一大塊 這麼收掌性 這麼大的一個 豬肉 鴨肉 什麼的 可是實際上我們有需要吃到那麼多肉類嗎 因為這些肉類是蛋白質 可是你煮過了之後 它都變性了 那當然我們需要吃 魚肉類也是要 但是在攝取蛋白質的時候 你自己要評估 我要好的蛋白質 我要好的脂肪 我要好的澱粉 那我這個食粉 食粉粉是這樣分的 你的蔬菜一定要五分 那肉類 魚類 澱粉 你可以考慮 我不吃飯 我吃水果 OK 因為水果裡面就有糖分 而且又是很好的糖分 下面 那這個是 假如是有運動的 譬如說體育 運動體能很好的 那麼它的糖分率就要增加 必須要增加 然後再下面 最重要的我們必須要 他們說的是游泳運動 其實你可以做看地心引力的運動 怎麼叫做看地心引力的運動 你要選擇快步或選擇騎腳踏車 或者是選擇跳繩 那你都要看自己的運動 只要是年輕的小王子好 我建議他跳繩 那像我們這個上個年紀的 最好不要 我們就去練乙加 或是練氣功 或者是去練其他的有氧運動 我們就不要去跳繩 或者是快步 這個都運動 我們可以自己選擇 一定要三十分鐘以上 然後我這一陣子就試著健康 我發現很成功 就是你一定要每天運動 就依照他的順序 那同樣良好他是這樣子 譬如很簡單 你是往來寒熱 拉肚子像奎林這樣的症狀 他用奎林的冷藥給你吃 不要用奎林的植物 為什麼奎林這個植物就會影響 會變成這種症狀 你吃過多了 就變成是藥的症狀 不是你人體的症狀 所以同樣良好是說 你有這個症狀 我用藥的症狀治療你 我不要用質量 因為你質量吃過多了 那你就會跟藥的症狀一樣 不是你人體的症狀 所以我們會發現 一輩子他們移不好自己的病 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同樣良好的方面是說 你用能量治療的時候 到完全好的時候 你自然就不想吃了 你這個樣子不賺 不想吃了 不會想要再去吃它 它的好處是這樣 所以不會要無重複 你只要把它一停掉 你的人量沒有了 它的現象就已見了 不會有任何的一個 質量的重複現象 那剛剛是我們講的它的順性 所以研究同類療法了 不像中咪可以書蓋上去 我馬上跟你整張 不行 你一定要描述 你的現象是什麼 一直寫它 一直翻書 翻到說這個藥跟你完全一樣了 OK 我就給你這個同類療法的藥 那三秒鐘 立刻好 三秒鐘 但是要不要幾天 看你是用這個人的體質的方式去治療 還是用這個人的急性症去治療 假如是這個人的體質要 三秒鐘就好 那假如是急性症 它這個急性的外表的症狀 也是三秒鐘就好 但是根本的還是要不要多少 大概要兩天到三天 它不會強調說你長期不用藥 你不用兩三天之後就要換 就必須要換 這個 試能的配置很重要 因為我後來研究了一個 看了一本 日本它研究的尿毒 尿療法 我後來有碰到兩個病人 在加入病房 然後其中一個是 血液 那個骨髓 它要復看細胞 然後花燒 花燒不斷 然後就發了病危控制 他太太跑來找我說怎麼辦 我說唯一要把溫度下降的話 就是降低體溫的話 只有用妙療法 因為他吃了很多藥 也不知道他吃了哪個藥 中毒 或者是因為什麼病 他們醫院都查不出來 就只會發病危投資 我說那唯一的方法 就用自己的尿 然後用同類療法的方式 稀釋正當 同類療法 稀釋正當 我只要能量 我不要只量 因為那量真的很酸很臭 對不對 有阿朗利亞的味道 所以我就說 你用 用稀釋正當 到三千CC 一天喝三千CC的水 他七天就出院了 醫生也檢討不出什麼問題 他就正常的出院了 就這樣 那還有一個是乳癌 他也是一樣 發燒悔斷 然後 然後隔壁一些被癌 後來我是覺得所有的同類療法 任何東西都可以做成同類療法 我說最簡單的 還是沒有療法比較快 因為你吃很多藥 那你從尿排出來 腎臟沒有辦法解毒的這些 可以用共振的方式 把體內的毒素排掉 所以我第二個病例也是用 尿療法 很嚴重 很不可思議的狀況 我才用尿療法 不然的話 頭內療法都多掉 隨便拿一枕都可以 個人不需要用到尿療法 但是尿療法有它的好處 它可以讓你預防癌症 一毛體內的病 因為我們很好吃子量 而且是早上的一毛腦 中間中斷的 然後你把它息式症狀 300cc完全沒味道 就只有零量 那你體內有什麼毒素啊 或者是他都可以用 我們剛剛的官員 就是要有這個病毒 就有這個現象 就用避邪共振的方式 把這些體內的病毒全部排出去 這是我在這裡收工最多的 所以我現在還很健康地站在這裡 請各位猜猜我幾歲 我都快60歲了 沒有人猜得到我的歲數 所以同名人 不用花錢 自己的沒有 謝謝各位